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今天呢 刚刚烙了这个八个这种空心的口袋饼啊 来看看 我刚才已经夹了两个喽 我现在再给你切两个看看啊 看 又松又软啊 各个空心 看看 自然就形成了口袋啊 喜欢加牛肉啊 加这个 粉丝炒包心菜啊 你看 多漂亮 早上也可以加个荷包蛋这些 都可以 非常的简单哦 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现在我们就先来和面 这个呢 是40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呢 我准备了4克的酵母 10克的白糖 就给它倒进去 做饼呢 一般我们喜欢吃蓬松轩软的 那一般的我都是 一斤面粉的话就是配6两的水 所以这是400克的面粉我就配 240克的 温水 因为这是要发酵的啊 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把水倒进去 哪有干粉就往哪倒 OK 现在看啊 都成了这种面絮状了啊 行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 下手把它揉成 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面团啊 开始的时候 如果它不是很软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等到 先揉成团以后 我们给它醒10分钟 我们再来揉它 就很好揉了 看 才揉几下啊 基本上就 盆光了都啊 好了 现在我们先不再揉它了 先这样粗粗的 然后给它盖上盖 醒个10分钟以后 我们再来给它揉光滑 10分钟到了 我们再来揉一揉啊 多听话 非常好揉啊 所以和面啊 真的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掌握好它这个 诀窍啊 才几下子啊 我们的面就盆光 面光 守光啊 那我们现在就盖上盖子啊 给它发酵至两倍大 好 下面我们来做油酥 这个呢 是50克的面粉 然后呢 40克的植物油 把它烧热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面粉里面呢 加一些你喜欢的五香粉 花椒粉 那我呢 就加了点芝麻椒盐 这个油烧热了啊 我们就把它浇在这个面粉上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啊 好 晾凉备用 现在我们这面啊 发酵了 哎呀 看看发酵多棒 漂亮啊 全是蜂窝 OK 我们拿出来给它排排气 稍微铺一点粉 给它弄成一个长形的面剂 然后呢 我们从中间啊 给它捧成等份 我们就做八个 小饼 好 弄好以后就每一个啊 就这样 稍微 稍微 你看还接着再排气啊 就这样给它 揉成一个光滑的一个 圆形的小饼就好了 八个小面剂啊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小面剂开始 这样就跟包包子似的 把 把边上给它擀薄 中间厚一点 边边缘薄一点啊 然后呢 我们给弄个窝 因为这个油酥它是流质的啊 所以也不要放太多 放上中间 那么一小勺 OK 然后就像包包子一样啊 提着点 千万别让它流出来 看 这不是馅啊 这个是做出那个量 做空心的作用的啊 来 你看 这样 一定要给它包盐上了这个 这个褶子这儿还不要漏出来啊 掐死 不要让它漏酥 OK 这样一个小饼坯就做好了 放在一边 八个饼就做好了 剩了一丢丢油酥啊 没关系 OK 我们现在呢 就从第一个开始啊 从刚才做的第一个开始 这就简单了啊 这我们就是要轻轻的把它给擀成一个 长的的牛舌状啊 因为它里面是有气的 鼓来鼓去的 所以你使劲它就破了 长成一个 裹圆形 OK 好 又一个 OK了 我们这八个口袋饼啊 就做好了啊 生坯就 给它醒个十分钟 现在我们呢 就来开始烙这个饼了啊 给它先 刷一层油啊 锅底 现在锅热了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往里面码这个饼 看看能烙几张啊 看来只能烙三张啊 这一锅 我们把它这个上面呢 借着这些油呢 也给它刷一层 这样保住它的水分 把它关小一点火 给它盖上盖 烙个两分钟 烙两分钟了啊 给它起大泡啊 我们给它翻一面 看看这面 都金黄了啊 再放这面 好玩 哎 继续啊 你看一会就鼓了 我们再给它盖一盖啊 火不能太大 火太大了一下就容易糊 看看这面 哎呦 火 看看 煮的大包 看这个 哇 漂亮啊 看看都鼓了 好不好 都鼓了 翻几次 只要它 你看一按它 哎 你看 有弹力啊 这就受了 装盘啊 看看这三个 多漂亮 哎呀 接着烙 口袋饼烙好了啊 我们这个粉丝包菜也炒好了 然后这个酱牛肉 我们现在来切几块 切一个啊 各个 空心啊 看看 空心的吧 然后我们做好的这个酱牛肉啊 我们就 不客气了啊 往里面来两片 真爽 然后我们做好的这个 包菜啊 咱们也是 漂亮不漂亮 再来一个 酱牛肉啊 香死了 不难吧 真的这个口袋饼比我前几天烙的火烧还要简单哦 口袋饼就介绍到这儿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帮我点赞哟 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 然后那就